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开一看 是领导在上班途中心脏病发了 虽然不致死 但近期肯定是来不了了 这下女主有点害怕了 反思自己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 女主毕竟只是想稍稍的报复一下 现在她就想着怎么样弥补 要不把外面的通缉犯也给诅咒一次 就当是将功抵过了 正好看到一个假扮快递员入室杀人 还杀过四名女性的通缉犯 马上就把名字给填上去了 选了个第三档 点了确定 隔天果然在电视上又看到了通缉犯的信息 电脑上同时也收到了视频邮件 这个通缉犯被警察抓住之前跳楼 虽然伤的有点重 但还是逃了 就这个破效果不是浪费钱吗 等等 这个通缉犯用刀指着都路过的一对男女 怎么这么眼熟啊 这不是自己的男朋友和自己公司的同事吗 还抱到了一起 这天大的一体女帽子就掉到头上 第二天 女主故意挑话题 昨天通缉犯的事你听过吗 女同事回答确实也含含糊糊 这个事百分百就能确定 此时同事正好被领导叫走 女主就拿起了她的手机 一看 自己的男朋友竟然给她发短信 约在某某地方见面 还叮嘱要对女主保密 证据确凿 晚上女主就叫来了男朋友 直接就摊牌了 是不是跟我的女同事见面了 我都知道了 分手吧 接着女主用手机又登录了那个诅咒网站 将同事的名字写上去 并选择了最狠的 也是最高档的诅咒 就在此时 男朋友总算是追了过来 男朋友承认 是他约了同事 是因为他们俩关系最好 所以拜托他一起来挑女主喜欢的戒指款式 他想向女主求婚 给个惊喜而已 女主当然是高兴 两人冰释前嫌 但是突然想 刚诅咒了同事 这不行 要赶紧撤回 差点约往好人 可手机怎么点取消都点不了 女主又跑去找女同事 幸好及时将同事扑倒 才免于一场灾火 之前说了的24小时以内必然会中诅咒 但这次不知道算不算数 两人上到了女同事的家 女同事也祝福他能跟这么好的男人在一起 多么幸福啊 就像我自然好一样 要是没有女主的话 女同事他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男人 第一 二 三在倒茶 突然同事的手被烫伤了 女主就准备出去给他买药 一会儿功夫就回来了 打开门才发现 桌子的电脑上竟然有血迹 地板上还一大堆 难道出了什么大事了吗 女主赶紧掏出手机 拨打了同事的电话 从里间传来铃声 打开门 女同事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此时 女主的电话又收到了视频邮件 原来 女主去楼下买药的时间 又是那个假扮快递员的通缉犯 入室杀人 画面转向女同事的电脑 赫然发现 她竟然已正在登陆诅咒网站 难道她也在害人 那她到底想诅咒谁呢 女主赶紧跑过去打开电脑 被诅咒人的人名 竟然写着就是女主的名字 而且诅咒已经确认了 难不成她是真的想要弄死女主 然后占有她的男朋友 此时 女主的背后 通缉犯再次举起杀人的刀 显然 女同事的诅咒 也准备应验了 故事到这里了 就结束了 这有点尴尬 女主这算是歪打正着的 报了仇 但没有想到的是 同事竟然也是个挖墙角的绿茶 当然女主也诅咒了同事 两个人相互伤害 最终多行不义 避自逼 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我 像我这样的好男人 真的很少 你们要珍惜我 要多观看我的视频 保护我 爱我 帮我多点点广告 差不多了 快快订阅 及关注我都过来了 或许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